EZ加猫下路挂线 把球交给上中野 这是IJY在决赛圈里面交出的打卷 也是正好在那个时候最好配合团队的开团力气 而在这种情况下 右边需要等多 上来找到温了 这个地方还差一下 被打出了 被动了 Q闪给到控制 而且这是一个急跑的隔温 上来 给到了 给到了 潘大C 开幕雷击 好可能闻的这个兵线不太能闻了 主要是线被卡住了 上来 A技能给个减速两边护胶虚弱 精华解掉的虚弱 但猫边下车了 会被点出被动吗 差一下 点出被动了 猫猫有点危险 猫猫会被A死吗 差一下平A A到了 现杀 而且布隆在当上挡Q 闪现跟上平A 而且布隆也走不掉了 双杀了 感觉有机会的 但是有Q技能减速 闪A技能过去 只要A就好了 有征服者的 有这个门 躲掉了Q技能 这一波Burdy的走位 这波哪怕吃一个技能都要死的 是的 是吧 这个壳也很多 可蹲在这儿是 就是过来小保护一波 但是一个猫咪跑过来 感觉没道理的 没道理 主要一定要回家 他确实就中路看一下 也是知道对面打野的一个位置 这波毕竟是 魏史龙是在这个视野上面走的 喜欢到处玩耍的小猫猫一只 多几分底气的 往上靠 这波想通过布隆的率先游走 对于这个蚊动手 但是格温的位置其实保持的是 这上路团建来了 有机会的 这地方得开这个Q技能 Q闪 但是没有Q到 但是到我走到之后 可能稍微不够 要被反杀了 交闪先往后拉开 这波有点粗糙 这个太急了 是的 这个真的太急了 格温有立场 其实这个Q闪 这个距离也很极限 我感觉就算Q闪到也杀不死 对 这个时候中路是没有状态的 想等一波 Milky way 被打断了 走不掉了 死了 人头给到了安妮 这样的话 在R1L有点乱啊 他没想 他以为对方会直接去这个先锋 他没想到安妮绕了一圈 回来抓他了 主要这个先锋 就是立位一个人空下来 是没有任何压力的 看一下怎么抉择吧 Milky way已经站在了龙坑处的草 阿里清完线顶过来 四千血的龙 下路双嘴很格靠过来 两边的上单都是有TP的 2700滴血 Milky way这个时候露出了自己的视野 过来要开人追上去了吗 找到了对方的千学 现在开出了大招 Milky way有点尴尬呀 这里点了个果子 Milky way出来 直接被杀掉了 而且猫咪给了千诀一个盾 千诀还没有倒 同时安妮的这个晕晕 到了对方的三个人 而且伊子也打扯起来了 阿里过来 勉强的收掉了对方的千诀 用大招再下来 闪现躲掉了安妮的W 但是被Q直接追死了 这波又是IGY在龙坑处 闪现跟上Q技能 最后一下平台看这Q技能 能不能预判到 选择算了 选择算了 让EZ进去 1Q 没问题 EZ这波团战 拉扯得很漂亮啊 被打乱了呀 连续三波索 感觉 对 感觉 上路被单杀了 上路 对上路潘达斯被单杀了 这个小 怎么在这个位置的 应该是直接强行冲塔杀了 这样 RWL这一场的节奏 感觉彻底乱掉了呀 是的 这两个还上了这波怎么回事 交急跑 就是开急跑 硬伤害 第一段引人凸射减速到了 这波翻上去 但没关系 我有段序急走 硬伤害直接灌死了 直接减死了 这没办法的 这个熊拍下来 感觉没人能受得住 接下来的话 跟到人了 蓝色帮亮 但不能Q怎么Q歪了 利威尔这位置 直接翻墙走 被闪现 跟了个大招 要打出被动 被打到被动了 要硬杀千诀 千诀没有能够开出自己大招 被秒掉了 而且MG开了一块表 这个位置再被打一个布隆被动 但是熊 有威鲁斯拿到了杀刀 被打晕了 熊被打晕了 哎呦好难受 这个熊的命运 跟他的主人一样 但是中路 看一下这个防御塔 也不太敢推了 要想锁 想锁 但是伊兹瑞尔有异 不敢锁 对 而且吃了两个Q 江这里很危险 被异过来 给Q远出销了个大招 进化直接解 江好有点走不了了 没有闪现的 猫咪大招洗死了 这波就是伊兹瑞尔 这个 这个 奥西兹瑞尔 他的这个伊兹瑞尔 Q迹的命中率非常的高 就除了前期那一波 但是那一波来说 问题也不太大 中路的防御塔 是能够推掉的 但是娜尔与所同时 是把上路的赏金塔 给提出来了 这个伤害应该是 暂时左边没有人吃得消的 对 两个Q可能就要半血了 可能布隆举顿 能稍微扛一下吧 对 这里先锋还在运 但是轻微轻到 有点可惜 上路是集四个人之力 想过来防守 前去大招开出来了 进去的是一个伯尼 但伯尼起身 应该是直接被秒掉 没错 远处一个TP 再次落下来 上路的二塔 可能也要被推掉 IGY的攻势 行云流水啊 没有给 这个反馈的空间 看一下娜尔 能不能把这个 下路二塔给带掉吧 但是这边TP 直接过来硬爆 什么都不给你 一点机会 这个小龙 十秒钟就要刷新了 IGY可以先回家 整步一步之后 再往小龙肯靠 阿宝尔会来得很大 而且能看得出来 依泽瑞尔好像真的是 Hosei Serra的一个 压箱底的绝招啊 差点这位置 没有一听 其实千诀 给了个永双打的套电行 远处不能接了个Q 但这位置千诀的血量 还是比较不错的 而且有猫命的跟他顿 这样回来 动小龙 而且有果子 能给千诀回血的 Pandacy其实怒气很不错 要么雪的皮过来 后来了 这是一个大纳 可能是一波机会 但是IGY发现了 要来先上 Pandacy这个位置 上来只拍到了一个人 你自己想先被秒了吗 往后拉一下 远处的话 这里的格温原地 跳了一下 但是正面布隆 已经有点扛不住了 格温下来开启自己的立场 往前不断地减 引针促持第二段 虽然没有能够命中 但差在这位置 已经很危险了 还有急跑续柱 但是远处又是一个 一技能躲掉了阿里的亲 正面的话 龙坑已经是 依泽瑞尔抑上来了 而且后续 给了个锁 想要锁对方的利维尔 利维尔回头以后 再一个Q技能收掉了 没有Q位 没有Q位倒地 伊兹瑞尔来报仇暴露了 伊兹带猫 双轨拍门 这个时候闪现Q 这个时候闪现Q技能命中 哦呦 伊兹已经接近暴走了 而且打出了最后 还差一个 哎呦布隆这里 布隆应该是 刚复活赶出来的 应该是 这样随着这一波团战的获胜 本场比赛的胜利天平 正式的倾向了 埃及外的手中 没错 他们现在手握着7000的经济领先 并且有非常成型的双C 以及后期他们有格温 加上千绝的双重保障 对于RYL来讲 这个BO5 可能注定要被上演 让二追三的悲剧了 没错 这个小龙一拿呀 20分钟出头 已经龙听牌了 以及后续回来的一发平A 收掉了对方的两个人 诺大龙了 RYL 好像没有什么防守的余地啊 纳尔虽然是个满路单龙 还有3000滴血 纳尔能进去吗 进不太去 上面一则瑞尔过来 但是房边有KW了 没KW被找到 甚至直接被打残 远处一个锁 锁到了伊斯瑞尔 伊斯瑞尔有进化 他可能还会被秒吗 交了块表 但正面千绝 纳尔的派 派得很好 派出千绝的大招 但是伊斯瑞尔已经越强先走掉了 正面怎么办 格温尚给的还不错 纳尔先被秒 但侧应有机会吗 千绝的这个位置上 并不够啊 一下伤害 最后虽然说收到了格温 但是这波团战 EZ还是一个很满的状态 最后布隆也走不掉了 人头选择给到 最终是被千绝的 这个W狼龄给咬死了 就两边阵容 虽然说阿威尔的 这个团战开团能力很强 但是论拉扯能力来说 还是IGY更胜一筹 也不选择追人了 要动这条大龙 IGY知道这场比赛的胜利 来之不易 难能可贵 他们没有给对方任何的机会 大龙拿下来 金银插往一万走了 完美的节奏啊 没错 在这个第四场跟第五场里面 IGY打出他们最为熟悉的 快攻碾压式的进攻 然后注意自己站位 这个拉扯能力可以说 是成这个指数级的增长 这波主动上去一脸 就是求你开我 然后他EZ是有表的 对吧 开表之后 有猫咪有天绝 怎么死 真的死不掉 这个护盾 甚至血量都还在一半啊 是的 在后续千决大招一旦结束 正面可以看到 ROL是溃不成军 然后就是格温 加千决这两个点 也可以作为IGY目前的一个副C位 目前来说这个伤害都是溢出的 而现在ROL在时间来到了 先看这波 狐狸背后交两段大招往后拉开 压力已经非常大了 太大了 这个时候 再没有了 狐狸的这个大招之后啊 正面想开团 就是更加的难于上青天了 现在只能靠PandaC去带啊 他出了个破剑者去带对方的上路 但正面的防守压力其实是蛮大的 因为EZ的ROL的这个灵活性 让整个ROL没有办法拿他 有任何的办法 现在 破剑者上路是吧 高地带掉了 别说带个高地挺赚的 带个高地真挺赚的 但还是不太够了 要变大了 那只能硬拍了呀 A不出来 很急很急 但是不敢A了 应该有人要来抓他吗 但是下路想要找一下安妮 追不上呀 各位想锁 但是没有位置给他锁 这个时候阿剑都安烂了 QG能过来锁到锁到 但是阿里登不上啊 自己的血量被打得有点低 而且有个熊 一直在挡魅惑的位置 对的 这里上路也打起来 有机会吗 被捡死了 Pandacy 那正面高地高破 中野这时候才选择回城 维鲁斯跟布隆 有点难以守住这个基地呀 保兵线了 正面看呀 这边开到了 包紧这血量掉了很低 同时狐狸又要大招往后拉开了 蓝牙塔已经被点爆了 格温来到了正面 虽然没有大招 但是战斗力非常的强恨 只要点加 应该就结束了 正面还有机会吗 维鲁斯的一个异技能 打出了温的一个精神 但是正面安宁的闪见 吹火了对方的真情 我们 恭喜IQY 最后让二追三 完成翻盘 挺进了最后的决赛 恭喜IQY 这场比赛IQY 真的是展现了 他们最为得意的快攻打法 在这种暴风咒语的节奏面前 RWY没有能够顶住这样的攻势 虽然先下两层 但是最终 我们看到这只IQY 在落后两局的情况下 逆风翻盘 挺进到了最终冠军杯赛的决赛的第一张门票 只能说IQY确实把这个压力给顶住了 是的 在落后对面三个赛点的时候 扛住了压力 今天毫无疑问 掌声跟这个鲜花 应该属于这一只韧性十足 并且顽强不屈的IQY 没错 打得确实很漂亮 这把比赛从后到尾也是没给RWY任何的机会 对 在这样的一场BO5的对局当中 我觉得最终MVP 我反正肯定是要给这个Hochisora的 我也要给他 我觉得这把 不管几次的这个拉扯吧 这个技能的命中率 以及大龙坑的那一波主动上去卖自己 让对面开自己之后 骗出技能 在后续的拉扯能力来说 我觉得Hochisora都是值得这一个MVP的选票的 那我们两票是给到了IQY的AD选手 Hochisora